《红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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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去改造这些木头 这个构成就是自己和自己对话 木偶鸟从某种程度上 可能是为我量身之作的一样 我是项目而生 目前是一名木质机械装置制作人 同时也是Automata文化的一个推广者 Automata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 它起源于欧洲 是一种木质机械装置 中文名字翻译成自动机 但是我更喜欢给它叫做木偶机 因为它的表现形式 就是由木偶和机械结构两部分去组成的 这个就是我的手工具 然后里面融合了大大小小特种工具 一般都包括加工木材工具 也有一些涉及电子化焊接的工具 制作木偶机它设计的环节比较多 像我现在是从前期的原木开板 然后制作框架 到后期的木偶雕刻上色 以及机器零件的加工 全部都是需要自己来尝试制作的 对于较高的一个门槛 我们国内目前从事 Automant这个人群非常少 据我了解全职能够系统持续不断地创作的 有自己的一个独特风格的人 应该超不够三个人 我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 在网络上面接触到的木质机械装置 然后就对此非常痴迷 19年的时候开始着手去尝试制作 期间做了大概有50多件作品 这是我第一个作品 弹珠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穿梭运行 触发不同的机关 它的创作时间是2019年的4月份 当时我记得大概用了40片左右 我给它命名叫失败之母 因为之前没有加工木材的这个经验 机器知识这块也不是特别系统 所以做出来都是很粗糙 不过开启了我做木质机械的一个第一步 也可能是因获得福吧 我本身不是学机器的 所以机械领域的 比如说电脑建模 图纸绘画等等 这个流程我是不会的 我是偏向于艺术发散性思维 做到某个地方 如果是和预期有过大的一个差别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顺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修改 就比如说我们看的《天空梦想家》 它和我最初要创作的那个草稿 那差距是非常大的 《天空梦想家》是2020年年中的一个作品 整体的画面呈现的是一个老爷子 然后带着他自己的爱犬 乘坐着一条鱼形的大飞船 环游试迹的这么一个过程 主要框架都是用木头来做的 其中包含了很多像齿轮 钉轮 涡轮 有一些机械结构 这个作品主要是将我对宫崎俊老爷子里面的那种 天马行空的这种情怀 做一个释放和诠释 这个老爷子是想象着自己老年的一个现象 希望自己在老年的时候可以这样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这样去生活 我是11年大学毕业的 我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律 但是呢自己性格这方面原因嘛 就也没有在这个专业去深耕 后来呢做过销售 然后自己开过服装店 又自己做过网店 经历了很多 因为做网店嘛 不需要跟人去接触 我当时的工作环境呢 就基本上是两点一线 然后这个状态呢持续了四五年 长此以往下去 导致自己心情非常压抑 最严重的时候想到过 生活没有意思 就感觉自己像机器上面的一个零部件一样 每天朝九晚五就重复一件事情 感觉都有轻生的这种想法了 所以为了让自己走出来 这个期间就慢慢慢慢去接触了一个木座 去了天津学习了木工 我这个人脑子里总是有一些天马星空的东西 长时间约束住呢 他就性格会发生扭曲 所以我干脆就通过木耳机把它全部释放出来 他可以表达我的快乐 也可以表达我的愤怒 也可以表达我的忧伤 到目前为止呢 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不够 一个简单的木耳机制作大概会花两到三天左右 复杂的木耳机应该会在一个月以上 我目前获得了有一些人的认可 他们也会在我这里进行一些私人定制 我基本上就是说 进来的这些钱都用在了创作上面 现在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投入多少 其实我更在意的是投入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以及我的家庭对我的理解和付出 因为他们的木耳机呢 在中国来说 它是属于一种小周文化 目前国内呢 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商业开发模式 将打印好的齿轮呢 然后剪切好 利用这个交棒和锦刀 然后将它剪 大家好 我是项目而生 目前在做手工机械艺术 我平时呢 也会将自己的作品分享到抖音上 也收获了不少人的关注 很多人呢 也会在评论区里 谈谈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这也让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在多个领域 去进行一个尝试和摸索 从儿童教育产品这个领域去进行挖掘 也可以和旅游资源 展览资源集结合 我觉得从艺术创作这个角度来讲 前两年一直在做技术沉变 当完成第一阶段的沉淀以后呢 第二阶段就是要做自我表达 我对自己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打算做一系列的作品 主题叫做悲伤是觉醒的力量 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艺术表达 通过这些木偶机的一些动作 让人们能感受到自我反思 自我觉醒的这种意识 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